词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去的太早 会有风沙和佛雾 视觉感官不好 中午正好是太阳直晒 现在这边还是38 39摄氏度 但你看我穿了这么多 因为安全嘛 我觉得还是长衣长裙会好一点 在虎库经厅塔周围的景区其实建筑都是很扩旧的 但我住的这个酒店还挺好的 它的景观也很好 其实几乎没有遮挡 大家来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国家的酒店 周围呢 都是一些土质的小皮房 鱼子呀 马呀 都在这一些大街小巷中穿紧 味道是有一点 但是整体还是能够接受的 哈喽 哈喽 然后这边的人其实都是还蛮热情的 但是那些商贩要注意他们会一直缠着你 就不要轻易的搭话 其他都还很好 现在我就要去带大家看那个据说很破旧 还是被当成假的售票口的售票口 跟我一起走吧 然后这边的人要跟你合照啊什么的 你都不要理他就行了 就一直往前走 我在楼上的时候 酒店的老板就给我指了 售票口在哪里 就在大门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 这个小房子呢 今天有很多本地人在那里闹嗑 就看上去非常的不正经 但是它又确实是正约的一个官方的售票口 现在我所了解到的价格是160i棒 铁身站是可以打折的 他跟我说要200i棒 然后我只带了160 我还要回去拿一下钱 没想到又涨价了 因为我特别担心我在路上被缠着啊 或者被借什么的 所以我就没有带特别多的现金 我就正正好好拿了160 结果是200块 再回去拿吧 醉了 刚刚不是它涨价涨到了200磅吗 我没有带那么多钱就回去拿了一下 然后又犹豫挣扎了半个小时要不要来 所以我想想还是来吧 结果来了以后安检的时候 他告诉我的这个三脚架 不能带 带进去要再给20磅 我都怕进去带出什么幺蛾子 我还是把这个放在前台吧 就不要那么麻烦 万一到时候又这样那样的就会很烦 终于进来了 又扔了三脚架在前台 顺利的进来了 但是现在已经三点多钟了 所以我不知道 那个酒店老板告诉我里面很大很大哟 让我做好准备 太阳路程 以及时间的安排 我终于进来了 带大家看一看 享誉世界的埃及金字塔内部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走进来以后就是一条笔直的道路 直通金字塔去内部 左边呢就是师生人面像 再往前面就是 胡夫的祖孙三代的金字塔 前面有很多的座位和椅子 今天是周末 他应该会有一些表演吧 晚上我在那个酒店的露台可以看一看 前面也是他的一个神庙 后面就是非常非常与人注目的 师生人面像 资芬克斯之谜 看看看看下面全是垃圾 这个神庙也只剩一些谈原断壁 阶梯像用泥土堆积而成 我们在近距离的来 瞻仰一下这个 资芬克斯师生人面像 大家知道资芬克斯之谜吗 它是说 这个师生人面像 曾经堵在一个路口 想识人听说了一个谜语 什么动物早上的时候四条腿 中午的时候两条腿 晚上的时候三条腿 如果打不出来 就会被它吃掉 打出来的话 它就会死亡 大家知道谜底是什么吗 好了我已经站在它面前了 它的那个鼻子 在长年冷月的侵蚀当中已经没有了 但也有说是拿破仑把它打下来的 还有在它的耳朵后面说是有一个外星人的机关 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刚刚看了一下 好像没有怎么看到 眼前的这些金字塔 据考古学家说 可以在黄沙飞烟中保存至少十万年而不被损快 如果要见到他们 那么当时埃及的居民必须达到五千万 否则难以维持工程所需的粮食和劳动力 但在公元前三千年 全世界的人口都只有两千万左右 同时四千四百年前 人类尚未掌握铁系和测量技术 是如何造出这样浩瀚的有一定逻辑的建筑的呢 刚刚进来的时候没多远 就有人说Ticket 找我一笔拿票 各种推销 吓死我了 一句都不敢应答 现在我已经走到 湖湖金字塔的下面了 这个世界上 最高的金字塔 它的石头数量以及它的重量 在四千五百多年前 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把它建造成现在这样子的 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这些金字塔严格遵守了星象数学 等非常有逻辑性的学科的计算 比如说他们的金字塔的内部 进去法老墓室 面向的就是北极星的位置 还有所有金字塔的排布 也是以太阳的距离为基准来测算的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神秘的星象也好 逻辑也好数学也好 他们的内在逻辑相联系的绝对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可以计算出来的 所以一直有人说这些神秘的金字塔 是不是具有高档智慧的外太空生物 所弄出来的呢 不知道 本来是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来到这里的 但令人惊奇的是 除了胡夫金字塔被围了起来 其他数千年的金字塔可以随便攀爬 甚至有一个骗术是 本地人告诉你可以爬上去 并教你怎么爬上去 然后向你索取一定的费用 当时我也是可以爬上去的 但我在塔角犹豫了很久 摸着这些我看不懂的石块 还是不想进行最终的亵渎 在我身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 它原来高148米左右 但是在长达4500年的四月侵始当中 现在只有137米左右 它是由235万块巨石堆积而成 而且是按照一定的数学天象等等的计算规则 所见到的这样一个神秘的船石的建筑 它的总重量有685万吨左右 而现在我就在它的脚下 我现在已经走到了胡夫金字塔的另外一边 看到了吗 这半空中的这一个凹陷进去的 它就是法老墓的入口 但如果你要进去要另外再附200i磅 里面就是很少一段路要弯着腰进去 镜头呢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空的避史和一个空的石关 我因为有点害怕就是那里面的空气太不流通了 所以我不进去了 其实还是蛮想看一看的这样来了 但是由于疫情嘛就放弃了这一次 大家看这个路上都是麻烦什么的 所以这边开楼的整个城市管理还是不太行 在金字塔周围探访神庙的时候 又遇到了假装游客喜欢中国人 进行拍照的片数 大家也要当心 因为这是一个墓群嘛 所以除了胡夫他们祖祖三代的金字塔 还有很多小的金字塔 包括他窃室的金字塔 这边还有区区多多的神庙的遗迹 看看这些神庙 都是三千年以上的 现在上面都是涂抹着各种涂鸦 还有刻着各种字 我猜想也就是什么 到此一游 谁和谁真心相爱 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今天有小伙伴问我 有一种说法是 这些埃及的金字塔和师生人面像 都是这些埃及人他们自己包装的 其实并没有那么久远 问我到现场的看法 其实我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 也不是专业的地质学家 我只是也是听到别人的描述 他们的星象学啊 数学啊 建造的一些逻辑 还考虑了天气情况 觉得很惊叹 但我真正的站在这里呢 其实它对于我来说 只是用石块堆积而成的 三角金字塔而已 我没有特别特别惊艳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我身后这一件 蒙在黄土堆里的 过旧的埃及的程序吧 这种古老文明的国家 竟然落魄至此 是我没有想到的 因为这可是手足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当书本上的那些传世遗著 就活生生的处立在我眼前 我用手能够触摸到那些 上千年的石块的时候 还是觉得挺奇妙的 世界那么大 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把脑袋里面的画面变成现实 也许也是旅行的一个意义之一 我们下一站去哪里呢 好 好了 好